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音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灭音及其相关的汉字 我们祖宗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使用火 利用火来为我们的生活劳动劳作帮助和服务 那么比如说用火来处理食物 烹烤,使得食物有更好的味道 引起我们的食欲 同时食物也会更容易消化 便于我们吸收获取营养 那么还有祖宗利用火来照明 在夜晚或者是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 点起一堆火来照亮周围 便于我们去观察思考 研究或者是探索劳作等等 那么还有呢 在夜晚或者寒冷的季节当中 提供温暖 让我们取暖 让我们感觉到舒服等等吧 那么在用这个火的过程当中呢 祖宗也发现这个火呢 不仅对我们的生活 劳动劳作有帮助 那么还会呢 伤害到我们的一个财产 物资甚至于我们的身体生命 那么所以呢 我们祖宗啊 对待这个火是小心翼翼 非常的谨慎 自然这也都是受到了一些苦头以后的一些本能的反应吧 那么往往呢 有些时候要不使用这个火了 那么要把火呢 熄掉 那怎么做呢 那祖宗在生活当中啊 通过观察思考揣摩研究 也认识到了水火不相容 那让火啊 停止啊 燃烧 停止工作的方法呢 最有效的就是用水啊 浇啊 把这个水啊 浇吸 那么祖宗呢 就用水啊 来停止火的燃烧 停止火的这个呃 燃啊 呃 这个过程或者这个动作 这种行为就称之为灭 所以呢 祖宗呢 最早赋予灭音啊 这个灭字的时候呢 就是化了水和火啊 意思呢 是用水去对待这个火啊 让火这个熄灭 熄掉 那么最早的这个灭字就是三点水啊 后来演变到我们今天 啊 这一道盆加个火啊 下面一个火啊 是有这个灭音啊 这个的灭字 那么祖宗呢 呃 发现这个火呢 呃 不仅仅是水可以把它这个浇灭啊 后来又发现了更多的啊 方法 比如石头啊 土啊 都可以让火啊 呃 停止燃烧啊 熄灭 所以呢 这个灭字后来也就演变成我们今天这个灭字了啊 方法多种多样 那么既然呢 这个灭的含义呢 又有停止啊 呃 阻止啊 呃 吸啊 呃 甚至于说消失啊 呃 亡这么个含义里都火亡嘛 啊 那么以后呢 关于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动作这种呃 行为啊 也用这个灭字啊 去呃 这个描述啊 所以给这个灭音啊 增加了更多的含义 实际上我们汉语好多这个音这个含义呢 都是交叉的 呃 不同的音可能有同样一个含义 那灭呢 也是如此 后来又消灭啊 就只是呃 人体上的一种灭尸啊 呃 或者让他死亡啊 有这么一种激烈的啊 行为 那么灭的含义呢 不仅仅是让活消亡啊 灭尸 让其他的类似的呃 呃 用这个灭 灭字啊 或者这个灭音 那么 祖宗呢 自然而然也 就进行观察思考揣摩和研究啊 那么 这个灭火啊 那不仅仅是说很轻松的啊 这种用水一浇 那么还要再等待一下 怕他死归复燃嘛 这些都是以后的观察出来这么些成语 那么有的时候是火灾啊 已经就火灾了 那需要大量的水啊 去 浇 盖啊 火还不一定能熄灭得了 所以呢 用大水蔓延啊 火啊 也叫做灭 所以这个灭呢 的含义还有 嗯 呵呵 焦灌啊 灭顶之灾啊 就是 叫水啊 呵呵 整个浸泡啊 呵呵 那当然了 后来也跟火没关系了 也叫灭顶之灾 不一定火引起的灾难了 那么这个灭啊 跟火又没关系了 有了这么更 广泛的一个含义啊 大家自己就可以去考证 那么 祖宗自然还观察 那么你这个火熄了以后的状态呢 热是不热了啊 灾难也没了 那么如果是用 做这个火来照亮的时候 啊 火把或者今天我们照明工具的时候呢 灭了油 那么我们的势力啊 就会受到 局限啊 受到影响 那么受到黄碍 那么就是会 什么样子呢 看而不见啊 特别在夜晚啊 火一灭了以后 终于一片 因为人家 这个眼啊 也需要一个反应的过程啊 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么就会看不到东西 那么 瞪着眼看不到东西啊 是为什么呢 因为火啊 被灭了 所以呢 也叫做灭啊 有了这个草子头 这个灭 就是灭式的灭 灭式的灭是什么 就是视而不见了 后来演变 大光天化日之下 光线聪子的时候 你视而不见 那就是一种假装看不见吗 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情视 怠慢啊 嗯 就 嗯 我们今天所说叫无视啊 假装它不存在 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 某种程度上的羞辱侮辱啊 嗯 不重视啊 视而不见 故意的 所以这有灭式 就是小瞧 轻视不尊重的意思 那么其实呢 就是因为火灭掉了 看不见 演变出来这么一个寒意 啊 呵呵 意思呢 情景是一样啊 嗯 我看不到你 呃 无视啊 有轻灭啊 侮辱这个嘛 寒意在里头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灭的 那么赌宗当时啊 呃 这个 要保存火种啊 啊 或者在烧烤的这个 篝火的旁边啊 那要准备一些水啊 或者至少有些措施 你像后来 我们今天呢 一些什么瓶瓶罐罐啊 这个摆设啊 什么说啊 呃 工厅里头摆的那些铸造的 那个呃 拥啊 顶啊 之类的 那都是消防装置啊 祖宗也都是 那些水呢 那要定期灌的 啊 那祖宗呢 那在远古时期 那些东西自然没有 什么青铜器啊 陶器瓦器 没有 那祖宗呢 也要想一些办法 把水啊 你只有水 那个时候祖宗啊 只知道水能灭火 那后来慢慢生活也变 让石头土也可以 那是后来的认知 那就要背水 特别是要准备 有火灾的时候 所谓消防 那就会用这个竹 竹子一开两片 啊 搭建以后 从山 全部 呃 那个 地方啊 啊 搭建一个所谓的 这个 呃 水道啊 竹子 竹筒子啊 半截 搭建起来的 所谓水道架起来 把引到这个 我们沟火要烹饪 要烧烤的地方 那么 就用到这个 竹子的 这个 竹筒子吧 啊 一开两开 啊 呃 这个东西呢 呃 也叫做灭 啊 它是因为准备灭火的啊 消防的 说句实话啊 叫灭 后来呢 那么就演变啊 说这个东西呢 是 呃 竹子的皮 这也是实嘛 竹子的中心的 那这隔断的要打掉的 当然也很精通打掉 那要加工的 那么 那个东西叫灭啊 也叫做落啊 落不出出嘛 也是指这个 就是水稻 那后来那个是灌壁用的 我们这个呢 灭呢 它是用来消防用的 叫做灭 呃 演变以后呢 慢慢原意呢 就呃 消失了 而衍生出来的就是竹子的外皮 因为坚硬的地方 要能兜住水啊 要盛得住水 那么 后来祖宗呢 有了鞭职业啊 就是用草鞭 或者条子鞭啊 用竹皮子鞭啊 竹子的皮鞭 那个竹子皮鞭 小的条啊 也叫做灭啊 有了一个竹子头的灭 通常是指竹子的外皮 当然了 说说有有竹子的 嗯 内砸啊 因为它是用来消防用的嘛 所以有灭白 那是砸啊 实际上呢 就是指竹子啊 其实最早的这个灭子 是指着消防的一个水稻啊 加起来的叫做灭 那后来由于编织啊 竹 呃 坯子啊 竹也叫灭啊 竹面子啊 就是用来编织啊 竹子的容器的 到今天也有这种竹器嘛 竹椅啊 竹桌啊 竹茶几啊 甚至于竹床啊 都叫啊 那扁条的竹子 要处理的 你要用它那个柔韧度 里面那个灭白的要去掉 就是竹子那个白要去掉啊 那个肉 那么它就有韧性 又轻嘛 那么也不会影响到竹子的整体的角度 当然要处理 那么叫做灭 后来 祖宗不仅仅上竹子 有竹子的地方用竹竹面去扁嘛 那么像什么 芦苇啊 扁平了 也叫做灭 叫芦苇 也叫灭 它也是这个字啊 竹子头这个灭 还有呢 那高粱杆 甚至玉米杆 那个外皮啊 要很结实啊 嗯 处理了以后呢 把那个中间 那个肉啊 去掉以后 也可以用来边锡啊 边什么东西 也叫做灭啊 那就是高粱的杆子皮 或者 那个芦苇的 那个那个那个 处理过的那个皮啊 也叫做灭 和竹面 是一样 是一类东西 嗯 有了这么一个灭子 那么 还有呢 那么 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火光没了 影响到势力灭了啊 清势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嗯 事儿不见嘛 引出这么一个 就是表示对别人的一种 小瞧 那么 后来演变成啊 用眼不正巴紧的啊 不正视人家 斜着看啊 眯着眼缝看啊 也有这种 不尊重的含义啊 有了另外两个字 这是后来演变出来的 一个字 也啊 终于去掉那个树 中间那个树 也叫灭式啊 就是不正巴紧看 就是小瞧 拿斜眼看人 这也有 清灭的灭 实际上它是通用的 那后来我们的文人啊 又整出这么一个字来 还有一个木字的 呃 这个灭啊 木字袍呢 就指着眼睛啊 呃 不好好看人 斜视啊 嗯 那么就灭视的时候啊 的一些行为 再后来呢 祖宗 呃 就用这个东西呢 呃 去对待人啊 作为一种酷刑 把人家眼珠子挖出来 眼珠子挖出来 也是看不到的 相当于火灭了 周围的一切 不光火灭了 太阳也灭了 光所有的灯 就像今天灯光也灭了 这是后来有一种 所谓的刑法 也叫做灭啊 呃 再后来呢 祖宗也觉得 呃 这是近现代的时候 祖宗认识到 这太不人道了 所以这种刑法就没了啊 呵呵 那么 这个含义呢 也就是灭视这个灭含义呢 从最古老的字里头呢 还能 呃 读出来 就是拿着工具对待眼 就是说一种刑法啊 也叫做灭 当然 现在呢 这个 已经没有了 这个含义呢 只有在古文里头 为什么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因为我们有时候呢 需要读古文 有时候灭呢 是只用一种刑法 和兵刑一样啊 那把膝盖骨给砍去 就一样是祖宗呢 那有个认知的过程吗 其实人跟人之间 哪能这么去对待 那么曾几何时这么去做过 那么还有一个灭 当然了 现在只是在出现在语言当中 有好多啊 都不知道那是个怎么写 当然你要去应对 也能对上 那祖宗 这个灭 灭字 也比较多 当然现在基本上 也都不用了 那么就是你 我们这说 做这个竹灭子 编这个竹器 或者说高粱 呃 杆 皮 或者 芦苇皮 啊 去编东西 那需要工具的 纯粹手编 那个很锋利的 那需要一些工具 什么锥子之类的 或者就是木锤 木棒子 敲一敲 往一些压紧嘛 你要编的结实嘛 压紧了才结实嘛 尽量呢 叫它靠拢嘛 那需要一些工具 也叫做灭 啊 因为这个东西 我在 呃 一些 语言当中 听说过 那么你说要 硬去 要对 我们也能找到 什么金字旁的 木字旁的都可以 啊 等于说是锥子 或者说是一个翘子 啊 或者一个杆子啊 都可以 那叫灭子啊 那么 大家可以去查得到啊 这样的字 只不过有的人呢 不会写 呃 我也没去查 那么 那么还有一个灭呢 就是杨教 杨教呢 也灭 也是 这是一个叫 向音字 或者行音字 那么就和前面 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猫叫 一样啊 那就是一种 杨教啊 一个口子 加羊字 有什么灭音 因为这个灭呢 经常 有时候在一些文学作品里头出现 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 那么关于这个灭音啊 呃 灭字呢 呃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